那我们开始吧,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SAM Session,Routine的SAM Session,这是我们主要的今天的主要的agenda,首先呢,我要恭喜我们的Berry,找到了非常非常棒的职位, 这个周,这一周找到非常棒的职位,其实Berry的求职这个,他是这个SAM Consultant,我算了一下,那昨天我们还在算了一下,我说你是10月20多号开始求职,中间还过了一个圣诞节,然后其实这周就拿到offer,而且这个offer是非常棒的,Consultant,然后待遇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成功的一个experience story, 所以说呢,我们请这个Berry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成功的经验。 好的,杨老师。 有,我要把屏幕给你吗? 我就简单的准备了两张那个slice。 我发给你。 好。 杨老师能看到我的那个屏幕吗? 能看到。 可以看到了,是吧? 对,可以看到,请讲吧。 好的,好的,谢谢。 那个,大家好,我是Berry。 今天就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然后我看到咱们那个会议里边有很多那个是那个新加入到CRM这个课程里边的。 然后我呢,是2017年的7月份,是在Canada Day的时候,然后打了电话给杨老师,然后呢,就加入到CRM的这个课程里边。 然后从7月初开始学习,然后到1月20,上个星期,刚刚过去的那个上个星期的周末吧,就拿到了一个offer。 所以呢,就是跟大家来这边来做一个分享,然后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呢,我是准备了四个方面,然后准备的时间呢,有点冲突。 所以我会尽量把它讲的比较简洁一点吧,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讲,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讲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做一个感谢,然后第二个呢,就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找工作之前的一些背景。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在CRM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之中,从学习到项目,到简历准备,到面试,大概的这个过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最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呢,我就第一点,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呢,特别感谢杨老师。 感谢杨老师两方面吧,一个是在广义上说,杨老师他其实把一个给我们大家吧,就是开启了一个机会。 是一个微软的Dynamic 365的一个机会。 那个微软Dynamic 365呢,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一个产品。 他不仅仅把这个企业的办公环境Office,企业的客户管理CRM,还有ERP整合到一起, 使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从用这个系统呢,会用得起,用得快,而且还会用得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杨老师事实上是把我们大家带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景里边去。 那么这个前景呢,受益的除了是很多的这些中小企业以外, 那么也就是我们大家能够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最终会把微软的产品用得特别好。 所以这个前景保证了我们大家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 然后从我自己来讲,我从杨老师帮我夺身定做我自己的一个road map开始, 然后到每一个星期的CRM的课程学习,然后一直走下来吧, 一直给我帮助,给我指导,最重要的是给我鼓励,所以我特别感谢杨老师。 然后没有杨老师的话,我这个offer是拿不到的。 然后第二个感谢呢,就是感谢杨老师为大家营造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我指的是我们大家在整个的这个微信群里也好, 然后有很多之前的同学的成功的案例, 然后有很多已经从事了这个行业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是我们的人脉,就是我们的资源。 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刚参加课程,参加这个州的例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听到的是Steven, 他的成功面试的一个经验介绍。 然后我也记得印象很深的有Kelvin留的经验介绍, 还有我们的Wendy,还有面试女神Jane的那个经验的分享跟介绍。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成功真的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在整个大家的群里边吧, 跟大家的互动,做项目一起学习, 也结交了很多非常好的那个同学, 大家的公职间的合作也特别好。 另外杨老师也在课上谈到了我们的那个Follow Me to IT的那个网站, 会员原地里边有特别特别好的这个资源。 我觉得我一路走过来, 对这个资源呢是非常依赖的, 非常的非常依赖吧。 所以我想说就是说杨老师引我们走进了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 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社区跟资源, 然后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今天拿到了一个offer, 比大家稍微提早了一步吧, 然后我可以做到,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是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然后第二点就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我之前在国内呢是在那个制造企业吧, 是在一家manufacturer呢, 主要是从事finance方面的工作, 有十多年的finance的经验。 然后呢我比较幸运, 就是公司当年它的ERP的系统, 从一个BPCS系统呢升级到了SAP的系统, 那么我就有幸呢就参与到这个系统的整个的升级过程里边,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super user的这么一个角色吧, 也是代表着是这个用户啊, 就是这个用户提出要求, 然后呢就会跟这个项目团队去沟通要求, 然后参与到整个的项目的meeting, 执行, 包括最终的一个测试啊UAT, 所以呢就是我对这个整个这个IT项目的大概的一个流程, 还是有很多的那些直接的经验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自己是没有开发的经验, 也没有coding的经验。 那我在杨老师这个CRM的课程之前呢, 我自己也曾经学过一些其他的课程, 学过SaaS, 学过Tableau, 我当时的目标是想找一个Data Analyst的一个工作, 但是学了差不多一年多, 找工作一年多, 包括16年的圣诞节, 我还在找那个Data数据分析的工作, 但是发出去的简历呢就没有什么回应, 没有回应的话就就变成就整个人非常沮丧了, 直到今年7月份呢就开始跟杨老师学习那个CRM的那个课程。 对,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整个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一个一个CRM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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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吧。 首先我是7月初跟杨老师打电话, 然后杨老师他就是知道了, 了解了我的这个之前的一些工作经验之后, 然后他建议我去学CRM, 然后我们走的是BA, BSA的这个方向, 然后呢就是7月初我们也做了一个road map, 就是需要怎么样去沿这个方向去走, 然后呢从7月份到9月份是整个课程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去考了一个707的那个一个认证, 考了那个试, 考完试之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属于是自己复习吧, 然后直到17年的10月20号的时候呢就是参加了杨老师的一期的项目班的一个课程, 然后我在谈项目之前的话呢我想说一下那个1到9的学习, 那个这个学习呢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然后我的学习方法呢就是比如说老师有那个notes, 然后我就跟着老师的视频去听, 然后老师这个notes里边每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大的标题底下, 我一般会标注上这个相对应的那个录像, 比如说是15分开始讲这个话题, 然后下一个话题比如说Sales module吧, 可能是这个录像里边第20分钟开始讲的, 所以就大概把这个书面的笔记跟那个录像的这个时间段做了一个记录, 这样的话呢就方便, 比如说我这一段我想去重听, 那我就很快就可以找到相关的那个录像, 然后就很快的就是找到我自己想听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可以反复的去听,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帮助我比较有选择性的去重听部分的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1到9的部分呢, 杨老师讲的部分就是要做到那个hand song, 就是自己一定要去那个实际的去操作一下, 然后在操作的过程之中,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借助YouTube或者是Google去做一些那个就是更详细的一些材料, 来帮助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些操作吧,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杨老师谈到那个开发环境, 比如说是Java, 然后我自己在装那个Visual Studio的时候有一些困难, 我就装不下来了, 然后通过上YouTube上边, 我就去Google去search, 做一些那个search之后, 其实我发现如果做那个JavaScript的那个你想去操练一下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那个CRM的环境里边, 在那个form的property里边, 你可以去手工的manual的去输一些coding, 然后帮助你去实现一些这个表格方面的一些function的, 所以呢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方法, 让大家对这个, 让我自己对这个开发的这个怎么样来实现, 在form上的一个JavaScript的开发, 有一些有一些感觉吧, 虽然我不能够直接用那个Visual Studio来实现,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学习方面的一个体会, 在整个CRM1到9的学习里边呢, 我觉得我的整个知识呢, 是一个一个的知识点, 或者是说一些知识的一些一个一个的片段, 然后我就参加了杨老师的这个CRM的一个project, 这个project呢一共是两个spring, 三周一个spring, 所以一共是六个星期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在我的这个slide里边呢, 就列了几条, 这个主要是说我通过这个项目, 我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比如说第一点呢, 是解决问题, 解决一个业务的问题, 我之前学到的是一些知识的一些点, 然后我在这个项目里边, 我六个星期的项目里边, 我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个业务的问题, 然后需要我去解决, 如果我们把之前的学习比喻成, 我们是往自己的篮子里, 一个一个的放入一些知识的话,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边,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是把我们学过的知识, 把它从篮子里拿出来, 然后把这些知识的点, 把它拼成一个汽车也好, 拼成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收获就是说, 通过这个项目整个的帮助解决一个这个业务的问题, 其实我是把很多的知识点, 它串联起来, 用来解决一个知识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呢, 我所有的知识点在我的脑子里边就非常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这是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在整个的项目里边, 其实老师会给我, 给我们有不同难度的一些business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去解决, 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然后我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 那所以的话, 就会去学会去做一些Google跟一些research, 然后最终就是了解要做这件事情, 大概的一个standard, 你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standard, 一个什么样的quality, 然后我就要去做到, 比如说在项目里边, 然后我做的是那个sells的pipeline, 然后我在做第一次那个presentation的准备的时候,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 做一个sells pipeline, 我需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slice, 才算是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 所以我就去那个youtube里边去search, 我就找sells pipeline, 或者找sells的module, 然后我就去google去search, 然后我就看了很多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就知道了sells pipeline,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led, 怎么样转化成一个opportunity, 然后它相关的一些BI的一些reporting等等, 那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之后, 我就大概知道, 我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solution, 就应该跟这样的一个solution, 是一个非常接近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小的一个例子吧, 就是让我们如果之前, 没有什么相关的工作经验的, 那可以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这个理解, 能够定位在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起点上边吧, 然后在项目里边的第三个收获呢, 我觉得就是做项目,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呢, 是一个positive的压力, 就一方面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做,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 比如说每个周四就要做一个, 大家有一个meeting, 就要去总结你做了什么, 然后每个星期或者是隔一个星期, 就要做一个presentation, 那在这种压力的框架下呢, 有的时候大家的很多潜能, 就被调动起来了,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害怕, 我害怕我meeting的时候, 我交不出东西来, 所以这种恐惧吧, 有的时候会让我发挥一些, 就让自己会有所发挥吧, 是真的能够把你逼得想出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我称这种压力, 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一种压力, 所以在这个项目里边的话呢, 也确实能够让你体会到这种, 从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到最终做出一些东西,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就是像我们工作以后, 特别是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类似的机会, 我来做一个项目,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有了在项目里这种磨练, 那我就相信, 我一定能够交出非常好的成绩出来, 所以这也是从项目里边得到的一些信心, 然后项目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 项目是一个团队大家的一个合作, 那在团队里边呢, 我从每一个队员的身上都学到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是做CRM的, 做这个BA方向的, 然后在我们的项目团队里边呢, 除了有四位老师, 然后他们有自己各自的角色以外呢, 我们有很好的开发的同学, 然后还有我们的BI的那个同学, 所以他们的很多的展示, 都让我在知识面上得到了很多的扩展, 而且他们的展示, 在我后来的面试的过程之中呢, 也会帮到我, 因为可能我没有做, 但是我知道他在做什么, 然后我会能够去讲出来, 也就变成在面试的时候呢, 也对我有一个帮助, 所以我想说这个项目呢, 除了让我们大家之间, 有一个更加紧密的一个合作, 一个关联以外, 还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另外我也谈到了这个Argyl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管理模式, 因为这个项目管理模式, 我们大家没有亲身的经历过, 但经过这样的一个项目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体验, 那么在后来的这个面试的过程之中呢, 讲的时候, 讲到Argyl的时候, 其实我的脑海里就回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里边, 所以我讲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东西讲, 心里呢就不会发虚, 然后最后的一个收获呢, 其实也算是一个总结吧, 就是通过前边的几个收获, 我觉得呢, 他对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去面试, 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准备, 一个呢, 是对我们整个项目的, 对知识点的掌握更加巩固了, 然后对整个项目的运作, 对我们以后的这个案例的准备, 然后包括你对一些项目的描述, 都会有非常非常扎实的一种感觉, 所以在面试的过程中, 就不会觉得很心虚, 就不会没有信心这样, 然后我讲到这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然后这个项目呢, 我是参加了六个星期的项目, 然后在我们的项目的进行期间, 我们的那个队友, 我们的GREASE, 他就成功的找到了一个developer的工作, 然后我在跟GREASE的沟通的过程, 之中, 然后他就建议说, 趁着还在做项目, 早一点找工作比较好, 因为项目如果做完了, 或者是课程学完了, 如果不马上开始找工作的话, 可能这个节奏就会打断, 所以其实我是在项目还没有结束吧, 是在10月20号左右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简历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就开始就是试着自己去投一些职位, 我没有放在网上,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简历到底能不能带来一些面试吧, 我就开始就是选择性的投, 然后投的时候基本上有什么职位都会去投, 不管他是微软也好, 是一些小的公司也好, 这个机会呢, 我都在投, 然后在投简历的过程中吧, 杨老师我觉得给我的帮助也特别大, 因为有些职位可能我觉得, 哎呀, 这个职位太高大了, 我觉得我可能不行, 但是杨老师鼓励就是说去投吧, 每个机会都是一个面试的机会, 都是一个机会可以锻炼, 所以我就开始投了, 投了很多的那个自己选择的职位去投, 那么投完这个简历之后呢, 就基本上那个反应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在这个面试的准备方面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的面试呢, 基本上是按照杨老师有一个视频, 就是说怎么样去准备面试的, 比如说你要有这个三到五分钟的自我介绍, 然后你要对你自己的简历, 复述要做倒背如流, 再比如说要准备一些, behavior的一些question, 然后还要准备一个project, 所以这个准备呢, 是我准备的一个框架, 我就是按这个把它都写出来, 然后按这个框架去准备的, 然后另外呢, 通过第一个面试之后呢, 我就做了一些总结, 然后我觉得这样准备呢, 是一个基本的准备, 然后基于我自己呢, 我是有两大的一个弱点吧, 一个弱点呢, 就是我很担心在这个面试过程之中, 可能会遇到技术的问题, 我答不出来怎么办, 我会很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呢, 就是之前的面试呢, 就是感觉自己的表现呢, 就像是一个老师, 然后在跟我这个学生在对话, 然后我是在提交答案给他, 请他来这个审核我的答案, 所以整个过程之中呢, 自己特别的拘谨, 而且自己知道的东西,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所以整个过程就特别的被动, 然后下来之后, 也自己也就是特别没有信心吧,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想, 我说我在面试里边, 我说我到底有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 我说我面试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做到, 像杨老师所说的, 你跟面试官之间, 是一种对话的关系, 对吧, 你俩是志同道合的人, 都是在CRM这个行业, 然后他愿意听你分享, 你怎么样说服他, 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工作, 怎么样把它演化成一个对话, 所以呢, 我也特别的上YouTube上, 找了一些, 那个关于面试的一些视频, 所以呢, 我就在纸上写了几个方法, 比如说怎么样能够把我的面试, 从一种老师学生的对话, 变成一种同行之间, 同级之间的一种沟通, 首先我就要做到, 比如说我必须要了解对方,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背景, 然后从他的角度看问题,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看成一个consultant, 我用这样的一个职位跟他去对话, 然后而且呢, 我知道他是愿意聘用我, 而愿意了解我的, 所以呢, 我就把这些方法把写出来, 这个方法其实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我到把我这些方法写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心里似乎就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弱点, 然后我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应对了, 所以写出来之后呢, 我反而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 不会再那么紧张了, 这是一个, 就是另外的一个准备, 然后在整个的面试下来呢, 我的面试的次数也不会特别多, 一共是有两个onside的面试, 其中一个那个onside的面试, 就是拿到offer的这个面试, 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就是, 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可能会很类似, 但是呢, 在面试的准备, 特别是在面试的过程之中, 我相信十个同学可能会有十个不同的这个面试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就是按照杨老师所给我们铺设的这条路, 从学习到简历准备, 然后到面试, 就沿着这样的一个节奏往下走, 因为谈到面试的话, 我觉得只有真的去参加了面试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然后才会真正的让你自己从面试的过程之中, 学到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是别人讲给你, 都不一定是让你能够学得到的东西, 所以呢, 我是想说, 在整个的这个学习求职的过程之中, 然后大家呢, 就是往前走, 不要放弃, 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经历也是这样子, 如果是我们卡在什么地方了, 走不下去了, 比如说我卡在简历上, 或者是卡在面试上, 也没有关系, 找出是个什么原因, 然后就坚持着往下走, 然后我觉得只要是坚持, 大家都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杨老师, 我这边就准备的这个话题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然后看看大家, 非常棒,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非常系统平坦学, 对大家非常有价值, 大家有问题吗, 在线上的同学们, 我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系统不断提示这个满了, 满了满了满了, 我看到我也收到好多email, 大家进不来, 今天抱歉啊, 那个因为我们的那台机子, 我们这个set已经满了, 所以说有不少同学, 我发疑没有他们进不来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Berry, 听到我说话吗, Jack, 能听到, 首先恭喜你, 就是因为从项目当中第一次跟你接触, 就已经发现你是一个非常有条理, 然后项目当中那个谁, 杨老师, 威廉老师都说, 就是说你每次做经验介绍的时候, 都是非常详细, 而且呢, 就是说我特别愿意看你做的经验介绍, 非常非常不错, 也非常替你高兴, 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我有几个关于这个面试和这个, 那个简历的准备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呢, 也是就是说在这个按照杨老师指定的那个, 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准备简历面试这个框框, 然后呢, 开始来对自己的简历进行背啊, 干什么的, 关于面试, 因为我现在投出的简历, 然后杨老师也给我改了一些, 发现那个回应还可以, 但是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这个面试的机会, 我就想知道面试的时候, 嗯, 它是会是什么呀, 会是说让你讲一个你project, 还是说就是按照你的这个resume上的这一条条往下走, 还是说跟他自己本公司, 就是说你准备面试的时候, 是要看他本公司的有什么一些要求, 还要对他进行research吗, 我想关于这方面, 能够更多一些经验, 谢谢, OK, 谢谢Jack, 嗯, 其实我这边呢, 我就数了一下, 我大概是投了14到15个职位, 然后呢, 拿到HR的这个电话的面试呢, 一共是有6个, 然后onside的面试呢, 就是有2个, 然后电话的技术面试呢, 是有3个, 其中有一家公司的职位呢, 还是ongoing的, 如果是接下来走的话呢, 应该是第2个的那个电话的技术面试,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在那个面试的过程之中吧, 每一家的面试, 然后他们的那个问题的架构呢, 都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第一个的onside的面试, 他们是做那种, 做那个HAV的, 就是暖气空调通风, 就是做那样的那种,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retail的一个公司, 他们呢, 是找一个系统的一个, 类似做那个support的, 就是他们CRM已经是online, 已经是运行好多年了, 然后这个职位呢, 是用来去帮助他们, 去解决一些CRM的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新的小的项目, 或者是说对现有项目的一些改进, 是这样的一个职位, 然后在这个面试里边呢, 面试的人呢, 就是一个team leader跟一个manager, 然后这个team leader呢, 他问的问题就是比较细节, 然后呢, 就比较偏那个技术方面, 因为这可能是他每天接触的工作吧, 他可能会问我说, 你有项目的经验, 你有没有过一个系统维护的经验, 然后我说我有, 但是时间就比较短, 比如说我帮助客户把这个项目, go live了以后, 我说我要做一些document的transfer, knowledge transfer, 然后我还会提供培训, 然后也会做一个短期的支持, 然后他可能还会问,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他说比如说我们在说那个lead的时候, 我们的lead里边有个subject, 然后他对应的是有一个这个customer, 他说如果我想把这个customer的这个名字, 跟这个lead这个subject的这个topic, 我想把这两个东西呢, 放在一个field里边, 他说你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就想说不同的这个面试, 是因为他这个面试的这个面试者本身, 他的这个工作性质, 他不一样的话, 他可能问的问题都不会一样, 越是靠近就是daily工作的这些人, 可能他们的问题会比较技术一些, 越是像manager或者是vp, 那么他们的问的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偏技术,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准备的过程中, 要会去看一下他的那个job description, 比如说我在看那个一个job description的时候, 他会有列出几大类来, 我举个例子, 他如果是说你是做consultant, 你有没有pre-sale的经验, 那我一看这个pre-sale是工作职责之一, 那我就会做一些准备, 我就比如说我就去看pre-sales dynamic CRM, 然后我就会在网上看一个两三分钟的微软的dynamic CRM的一个小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把里边的一些两三分钟的这个台词, 我把它抄下来, 然后我就大概念诵几遍吧, 念诵几遍之后, 我觉得他如果让我去sale一下模拟, 你怎么样去sale dynamic 365啊, 这些词我觉得我是可以用上的, 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是pre-sale的话, 我可能会跟着sales team一起去到客户那里, 可能去做一些presentation, 那我可以帮助他们去taylor make一些presentation, 那么这个的话, 我怎么样去准备, 我要做industry的research, 我要对做客户的research, 可能我还要会去对参加这个会议的客户方的这些主要的人员,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background, 我可能会做一个linked in的一个research, 那么based on这些information, 我taylor make一个presentation, 给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感兴趣的solution, 然后可能呢, 我还会有一些demo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 就针对他的jd里面的这一点, 我觉得我就准备了三个方向的内容, 一旦他提问我到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 那我就会把这些东西讲给他听, 其实他会觉得, 你这样做确实是, 如果是一个consultant的话, 他确实是这样子准备, 然后你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的, 所以基本上我的准备, 我就是按这些点来准备, 然后到面试的时候, 如果触发到了哪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把相关的内容, 再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然后表达给他听,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怎么样去准备, 来应对不同的问题的一个准备, 我自己的一个方法, 所以Jack,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那个问题, 非常好, 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在这个, 因为老师当中呢, 有大概有44个问题吧, 你这44个问题也是自己已经就是说, 回答准备好之后就是, 就是, 就是开始来自己做这个, 比如说, 寄答案或者是倒背如流这样的准备, 是不是? 这44个问题, 我确实都有把它列下来, 有放在我的那个准备的那个file里边, 但是坦白说, 我没有都一个一个的书面把它写下来, 因为有些问题是比较类似的, 我本来的打算是这样, 就是说, 杨老师他所提到的那些, 比如说, behavior的question, 比如说, 怎么样manage conflict, 怎么样去manage这个team, team之间的一些priority, 那个东西我是肯定会把它写下来的, 然后其他的问题我就大概看了一下, 然后没有每个都写, OK,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么您现在求职的时候, 那么偏重于是business analyst呢, 还是说就是consultant, 而并不是偏重于, 因为就像您说的第一个面试的话, 可能是更偏重于这个CRM admin的这个职位, 是不是? 对, 就是我其实在找工作的时候, 保证老师11月底, 然后12月出了, 可能很多公司的H2都准备放假了, 没什么职位出来, 所以就是说基本上跟CRM沾边的职位, 然后我都会去尝试, 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些推荐的职位, 比如说我就试过这个做这个maintenance的, 就做operation的, 然后我也试过一些BI的职位, 其实我知道就是像BI的职位吧, 其实我真的没有focus在BI, 所以我这个面试的总共目的呢, 不是要拿到这个job, 而是我希望积累一个面试的经验, 怎么样跟这个面试者做一个互动, 所以当我清楚我这个目的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太追究这个结果。 OK, 那现在就是说, 因为我也想是在, 因为好像就像这个细节上的东西的话, 可能需要在工作当中继续磨练, 就是说在面试当中, 他肯定会问一个整个系统上更大的, 这个hierarchy的一些事, 就是说high level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想我是不是应该更偏向于这个, 就是business analyst或者是consultant这方面的这个求职方向, 我就想就是说从您的这个求职经历当中, 包括简历准备的话, 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方向, 在最后一次成功的面试当中, 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方向上去出发? 我自己也是BA consultant的方向的, 我这个就基本上简历没怎么修改, 然后我准备的问题呢, 关于这个technical, 比如说开发方面, 如果是他job description有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准备, 如果job description没有的话, 我觉得就不用准备, 因为我从我的面试其实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感觉整个面试的过程中, 对BA的问题比较多, 然后对技术的问题真的不多, 没有涉及到很多那个技术的问题。 从我目前的经验, 就是关于BA的这些话, 它是不是都是从比如说这个business requirements, 一直到这个变成这个technical feature implementation, 是不是关于这方面是BA就要做的这些问题呢? 是, 觉得关于BA方面, 就是关于BA的职位, 或者是consultant职位, 这个business requirement, 每一个面试都提到了, 然后提到BA的requirement之后的话, 那么他们还会或多或少的提到一些关于CRM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自己呢, 基本上我是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有一些电话面试吧, 他讲电话, 然后呢, 我就把我的那个电脑的那个recorder就录音, 然后录完之后, 我这个录音呢, 就主要是自己学习的目的吧, 然后我录完之后, 我说我要重新听一听, 把那个问题总结一下, 然后我听到一半, 我听十分, 听十秒钟, 我就听不下去了,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答案怎么是这样子的, 自己听都没有信心听下去, 然后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听, 然后听的过程中把问题记下来, 如果我现在重新回答, 我应该怎么回答, 然后第二呢, 就听自己的声音, 我很不满意,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讲这句话, 或者是说, 我这样表达, 可能会觉得自己非常没有信心吧, 虽然这个过程反正挺难受的, 因为听自己的声音, 觉得特别不接受, 但是呢, 就是通过这样反复, 也没有反复, 就听过, 通过听自己的录音, 听你自己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就对你自己, 怎么样去改进吧, 特别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每次那个面试完之后, 我都会把问题总结出来, 然后如果有不同的答案的话, 我会把这些答案的一些, keyword也会写上去, 然后有一些问题, 我也已经在我们的那个论坛里面, 有做过一些分享, 比较多是那个BA的问题, 或者是那个consultant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 就是让自己下一次面试, 可以提高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回顾的话, 如果是遇到类似的问题, 可能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 所以我一般都会再去听, 然后重新再检讨这些问题, 怎么样回答会比较好一些,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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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最后一个就是, 您在这个, 咱们群里面, 就是咱那个, Follow me do it, 这个是不是, interview最后一个, 就是那一组问题, 是您提的是吧, 对, 对, 应该是在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好的,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没事, 谢谢, 您的经验介绍太棒了, 拜拜, Barry你好, 我是Coby, 首先非常恭喜你获得这个工作机会, 谢谢, 我也是近期加入杨老师这个课程的, 因为我是MBA毕业不久, 然后也是一个商科的背景, 所以我找工作的话, 可能也很想找, 像consultant和BA相关的工作, 刚才您提到了一些关于, 那个面试当中, 有问pre-sale方面的问题什么的, 我想就是你能不能再拓展一下, 你现在这份工作, 不知道方不方便说一下, 大概公司是什么样的, 然后未来的工作职责, 作为consultant的会做哪些, 然后面试的过程中, 他们主要还提了哪些其他的问题呢, OK, 然后我现在拿到offer这个公司, 它是一个微软的一个gold partner, 是一个goven公司, 然后公司的规模就不大三四, 四十个人吧, 然后主要是以提供CRM的这个solution为主, 然后我的职位呢, 是consultant, 因为这家公司, 他们在这个CRM的这个团队里边, 主要是有那个developer, 然后还有这个consultant跟BA, 所以他们的项目呢, 其实还是特别多, 主要是中型企业, 比如说有一些项目的团队, 可能大概是八个人左右, 可能会运作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公司的人员, 就是项目团队不会很庞大, 但是呢, 这一个团队handle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 可能会持续半年, 或者是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度, 而我在面试的过程之中, 通过他们的面试提的一些问题吧, 我觉得比如说他会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你现在的工作里边, 有没有一些开发一些solution, 这些solution是可以reuse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 一个solution多深给一个客户定的, 对吧, 他里边他什么要求, 然后为什么这个要给其他的客户, 要去reuse, 所以, 但是他那个面试者他很好, 他说我们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在我们的公司,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项目, 类似的项目, 那么他在开发的过程之中, 不同的客户, 他们可能有一部分的solution是可以互写, 就是重新再利用的, 所以我说, 哎呀, 我说这个是, 我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best practice, 所以就是说, 我说通过这个问题, 那我其实我就, 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公司的项目, 其实是很多, 而且不同的项目团队的成员, 他可能会在不同的项目之间, 都会有一些交叉的一些工作吧, 然后另外, 谈到这个pre sale, pre sale在这一家公司里, 就反而没有问很多问题, 他只是问了说, 你去客户那里, 你做的一个presentation, 是多少个人的一个presentation, 是个大的一个meeting room, 很多人还是小的, 然后我就跟他简单的说了一下, 就没有问太多的具体的pre sale的工作, 好的, 总结非常到位, 我觉得一个是学习的, 他谈到了做项目, 就investigation, 其实我们讲做IT, 解决问题是吧, 学会快, 解决问题快, 创新, 实际上你在这个, 像这样的素质, 就是一个IT的素质, 所以说我们说, 我们是比如做sam professional, 或者做developer, sam developer architect, 我们首先是一个IT的profession, 是吧, 这是我在这边看到的, 而且那个Betty的这种认真, 但是他非常focus, 这个barrier, 非常的focus, 他把我们的视频里面, 一个个节点的时间都放在那, 这太好了, 你能不能把那个分享给我, 我放到我们的下面的note, 这对大家有极大的帮助, 知道吧, 你这个做的太棒了, 可以分享给我吗, 还有一个, 在学习过程中, 刚刚Betty谈到了, 就是我们是一个体系, 但是呢, 你想你是, 你鼓励大家去到这个YouTube, 都是做所有的视频嘛, 找到相应的关键字, 系统性的去了解了解, 当地人西人是怎么讲的, 甚至去了解了解, 印度人是怎么讲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帮助大家去提升这个英语的能力, 还有一个帮助大家面试, 这个建议也是非常非常好, 其实做到项目的Betty, 刚才强调, 其实做项目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探索, 这是要解决问题的,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去, 我最多的是Google University, 最多的是Google University, 所以说当然了, 团队的协作也提到, 团队的协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都是大家的一个, 就是这个Berry总结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系, 其实大家有问题可以打断我, 因为我说的, 我希望大家能有真正的问题, 是你们在求职面试过程中,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现在可以提出来, 鼓励大家可以打断我, 我其实我对那个Berry在整个, 有问题吗大家? 我是Jack, 因为我跟Berry可能就是说接触比较多, 所以说呢, 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非常非常相似, 所以说可能有些问题, 就是说跟他在一块聊的时候觉得特别舒服, 我就想问一下Berry, 因为您在这个面试当中这些列出这些问题, 您可不可以就是说, 比如说像他这个第一个Business Requirements, 然后他给你一个例子的话, 您在回答当中的话, 您可以不去说就是说您怎么回答, 您就是说他提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第一个的想法是应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 OK, 他那个Jack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客户他给你一个, 他的需求的一个清单, 里面有300条, 他说那你需要怎么样去分析, 然后你最终需要做哪些的一些工作, 你的那个objective是什么? 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就是说首先这300条的这个需求, 我说我会把它做一个不同的一个category, 把它分类, 那些是属于大的不同的类别, 然后呢, 把这个类别看一看, 它是要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业务目的, 然后是一个business, 一个process,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process的一个flow, 还是什么,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就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大概的一个需求是sales或是marketing, 还是一个process的一个management, 然后我就会把它的这个需求, 往我的那个CRM的这个feature里面去call, 我到底是call, 比如说是match到一个sales的一个process的一个management, 还是一个product的一个creation的一个process等等, 我就要跟它去match, 然后match到这个CRM的这个不同的毛酒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去细化它的这些要求, 那么细化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去建立一些这个scenario, 或者是business process flow, 这些基本上就是跟我们项目里边, 杨老师跟我们做那个specification的那个资路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样回答的话, 他当时说, 他说是, 他说你得要做一个categorization, 然后就接下来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框架就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Jack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那个, 我觉得是我们就是Barris最近分享的问题, 我们也都探讨过了, 其实你这个答案也没有对于错, 就是Barris说的, 没有对于错, 实际上只是在你线上, 因为他也没有answer, 知道吧, 他只有sales没有answer, 所以这个自己把它准备一下, 把它理顺就可以了。 大家还有问题吗, 大家, 就是我其实在这里面只想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区嘛, 大家的整个的一个进程都在这, 我就说一下, 我对这个跟Barris在整个求职过程, 实际上我们是一块来, 就是我来支持, 是不是? 让Barris非常努力, 我想谈一下我的感受, 我非常舒服, 就是这种悟性, 就是我就说这个求职历程, 其实那个Barris在求职的时候是十月二十多号了, 十月二十多号了, 其实在那个项目上, 我说你没问题了, 开始求了, 是吧, 开始做了, 开始做了, 然后你其实这个Barris的这个整个的他做事方式, 就跟他这个今天跟我们分享一样的, 有条部分, 非常的系统, 非常的专注, 是吧, 一个主线非常的清晰, 而且你看每一部分都是正中要害, 就是你说面试求职坐项, 每一部分都正中要害, 这就是一个主干, 我就说大家这就是focus, 其实所有的目标就是求职, 就是拿到offer, 是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对, 因为我大家在求职过程中跟我都非常close, 我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当我就是一点就透, 一点就能悟出来, 哎呀, 我说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就愿意去不停地在, 在在就加厉加厉加厉, 其实在这里面我有一个, 因为我一点就透, 就是我几句话, 马上就就叫叫lance, 就是很快很快, 你就看到我其实没有预计到, 呃, 比我想象的, 我觉得就是其实一月份之后, 我已经该说了, 那该拿offer了, 该拿offer了, 也就是该拿offer了, 因为11月中下旬20多号的时候, 我觉得过了快到快过了这个求职忘记了, 因为他有个leading time嘛, 你发简历, 然后最终到12月份人家开始休假了, 是吧, 面试的人都不在了, 然后那个安排起来都很麻烦, 然后中间又有一个, 呃, 圣诞和那个元旦嘛, 真正的开始, 那我觉得到1月10号以后了, 你看, 即使在这个阶段, Berry还是拿到了这个很好的offer, 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种,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勇气, 这种勇气就是这种很坚韧啊, 一种勇气, step by step, 坚持往前走, 然后呢, 其实有时候我会压大家的, 我会push大家, 这里面, Berry也说到了, 呃, 有的职位是相当高的, 其实, 呃,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为什么不去试一下, 为什么不去试一下, 所以说我就, 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提一下嘛, 一个是微软的, senior的, senior consultant, 这个职位确实很高, 我就可以, 后来我再想想, 这个Berry也面了, HR面了, 然后跟那个西雅图的两个非常资深的家伙, 一个是都是architect, 都是这种level的, 因为微软的这种人太油了, 知道吧, 所以而且这个这个面试是第二次就来了, 就Berry才开始求职, 才开始, 还没有预热的过程中就来到跟前了, 所以说后来我在想, 我如果这个职位, 如果往后有一两个月之后该多好啊, 是不是, 就是这个职位后来我觉得我对自己一个反省啊, 我觉得是不是push too much,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对每个人的支持, 我都会自己反省一下, 我是不是有过错, 还有一个职位其实也很高, 那个我反正这个职位, 那个是, 当时我知道这个职位的价值是120块钱 每小时, 然后呢, 我也让Berry去尝试, 那个其实也是push, 不是Berry去尝试, 然后Berry只要100小时, 100块钱每小时, 我说你明明知道是120块钱每小时一小时, 为什么你要不要100块钱每小时一小时, 所以说这两个职位下来都灭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我后来我对自己啊有一个反省, 我觉得不能push too much, 真的我希望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棒, 都拿到最好最红是吧, 最鲜亮的这种苹果, 但是呢, 有时候push too much会把让我们的member感到压力巨大, 有的人承担不了了, 其实我在跟Berry交流的时候, 那个就谈到微软这个职位, 后来谈到这个过程, 我就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是啊, 那两个家伙, 我想想, 我对他们太了解了, 对不对, 那一群人是什么人呢, 都是, 我以前也是做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senior的consultant的architect, 这种位置在这种公司, 他见多识广, 是吧, 什么人都见过, 什么样的customer都见过, 他们的topic, 就是那种关系, 你像我在微软的一个, 就是也是他们这样的level的, 那最近拿了就创业都很大了, 最近拿了一亿美金的这种融资, 都好轮了是吧, 就这些人他确实是有很强的这种资深背景, 让我们这个同学们去碰创, 当然你要是强大, 你要是坚强, 你越发的坚强, 真的能让你非常的强大, 但是我也有在反省啊, 我说实话, 我觉得有的会把我们member这个一下子碰了, 一下子碰, 资讯没了, 其实Berry没有, Berry是反倒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自信了, 就是那个下来之后, 没有问题了, 给我看到的是更加那种positive, 更加阳光的啊, 更加自信的一面,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Berry的整个的求职历程, 我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对我们的每一个member, 我们觉得都非常非常非常有收获, 是吧, 那个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那个行,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 那个Berry的分享就到这, 那个非常感谢Berry, 好, 谢谢老老师, 谢谢大家, 十互五三号公园,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